一口气看完历史上结局最好的七位王国之君 第一位 汉县帝刘邪 刘邪是汉灵帝刘洪的次子 同时也是东汉的末代皇帝 汉灵帝晚年间在立储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导致在他去世后大将军合尽将举止轻浮的刘汴雍丽为帝 而受灵帝喜爱的刘邪被授封为渤海王 灵帝去世后内宫宦官和朝中重臣就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 此时宫变也随之发生 公元189年宦官和朝臣双方发生争斗 刘邪和少帝刘便被挟持出宫 在群臣的援救下两人得以脱险 但在回宫途中 两人遇到了带领隆熙铁骑前来救援的董卓 然刘便见此情形立刻被吓得浑身哆嗦口不能言 就连董卓询问霍乱的缘由时也无法说清 不过刘便身旁的刘邪却能对答如流 也因此董卓产生了废地另立的想法 在董卓率大军回到京城后 他很快就将局势给完全控制了下来 紧接着董卓就将少帝刘便废出 同时改立陈刘王刘邪为帝示威汉献帝 从此刘邪就开始了他作为傀儡皇帝的漫长生涯 公元192年王允和吕布密谋将董卓诛杀 虽然成功将其刺杀 但由于王允得守候的骄傲自满 导致董卓的部将再次攻入长安控制东汉政权 公元196年曹操控制了刘邪后迁都续线 曹操也取得了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承袭其位 不久后曹丕就逼迫刘邪善让地位给他 曹丕随即建立魏国并登基称帝 而刘邪也被贬为山阳宫居住在山阳城 远离政治的刘邪一心想要融入民间 于是他涉足农丧仿平问谷 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医术和他的皇后曹氏一起玄乎几世 也因此他虽然不再是皇帝但也深受百姓的爱戴 公元234年刘邪寿正洁 之后被魏明帝以汉天子的礼仪下葬 第二位蜀汉后主刘善 刘善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末代皇帝 他统治蜀汉共济41年 同时是中国历朝末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刘善幼年时期跟随父亲四处奔波且多次遭遇劫难 但都在大将赵云的保护之下得以幸免 公元221年刘备建立蜀汉并称帝 刘善也被刘备建立为皇太子 为了让刘善见多识广 刘备让诸葛亮亲自辅佐他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 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刘善随即即位 刘善继位之初根据刘备的遗诏 由丞相诸葛亮辅证 朝中的大事小事都要由他决断 诸葛亮为此也鞠躬尽瘁 将蜀汉治理的有条不文 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后 刘善开始贪图享乐不理朝政 同时也给了宦官皇浩取宠弄权的机会 皇浩趁机结党营私朝廷政务也日益混乱 就连大将军江维也因为怕被害而自省倒塌中屯田避祸 此时蜀汉的江山也开始摇摇欲坠 公元263年卫国大将邓爱等人兵分三路大举伐属 刘善就派遣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领兵祖祭 然而诸葛瞻没有听从蝗虫的劝告占据咸阳 最终导致他战死免主 魏军也进一步逼近程度 在主和派的鼓吹下刘善最终投降魏国 蜀汉自此也彻底灭亡 之后刘善带领蜀汉大臣迁往魏国的都城洛阳居住 他也受封为安乐宫 此后刘善就这样在洛阳安乐地度过了余生 第三位 魏元帝曹焕 曹焕元明曹皇 公元246年出生于燕王宫市魏武帝曹操的孙子 公元258年他被封为长道相公 两年后高贵相公曹毛被承绩杀害 但俗话说过不可一日无君 于是司马昭和公卿大臣们商议后决定将曹皇拥立为帝 复久后皇太后过世殿下赵让曹皇改名为曹焕定级皇帝位 此时的曹焕年仅14岁 他虽然名义上是皇帝 但其实手中并无使权 在大臣和军队中也并无威严 他也全然沦落为司马氏的傀儡 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 其子司马炎承袭其相国和晋王之位 不久后司马炎便篡夺魏国政权并建立席界 曹魏也自此灭亡 而曹焕被封为陈流王并移居夜城 不仅十亿万户 而且晋武帝还给予他使用天子经济 被五十副车刑魏国征朔 九连交四天地礼乐制度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 曹焕的地位以及他尚书不称臣 首诏不败的待遇可以说是历代王国之君中最好的 第四位东吴末帝孙昊 孙昊是孙权的废太子孙和的儿子 他深受其祖父孙权的喜爱 公元250年齐父孙和在南鲁党争中被废处太子之位 三年后齐父又被宗室孙骏赐死 公元258年孙修即位视为武警帝 孙昊也被封为乌城后 公元264年武警帝去世 他临终前命令大臣辅佐太子孙湾登记 但这时的蜀汉刚刚灭亡 再加上东吴国内正发生叛乱 于是群臣想赢立一位较年长的君主已处理政务 恰好左点军万语和孙昊关系很好 因此他向濮阳兴等大臣极力推荐孙昊 于是公元264年孙昊被中大臣雍丽为帝 孙昊出集地位之时不仅大赦天下 排下赵府序人民开仓阵品 群臣民众都称赞其为令主 然而没过多久之的一满的孙昊就将本性显露无遗 他暴虐治国又好酒色 人民也都对他感到失望 公元280年西晋大军兵分六路伐武 禁军一路势如破竹 而东吴的许多大臣见此情形 也因不满孙昊的统治直接降进 最终孙昊也只能向禁军投降 孙昊归进并来到洛阳之后 也得到了司马延的接见 但司马延也并未将他驻杀 反倒将其封为归命后 并让他闲居在洛阳 第五位 陈后主陈书宝 陈书宝是南朝陈的末代皇帝 他是陈宣帝陈虚的嫡长子 公元569年被陈宣帝立为皇太子 公元582年集皇帝位 不过在陈书宝继位时 江北的中原大帝就已经是隋文帝扬间的了 但陈书宝继位后并没有想着怎样与隋朝对抗 反倒是荒废朝政但与九色最新诗文和音乐 经过隋文帝几年时间的经营 隋朝的实力越发强盛 于是公元589年隋文帝开始派兵大举南下 但由于陈书宝的荒淫导致隋朝大军兵临城下 这时的陈朝军队根本无力抵抗 于是隋军轻而易举的就攻入陈朝都城 并将陈书宝掳走 陈朝也就此宣告覆灭 隋阳帝也终于统一了全国 不过陈书宝被掳至长安后 隋文帝也并没有杀的 反倒赐予他宅邸并用丰厚的礼遇对待的 第六位 忠义王前处 前处是吴越国的末代国君 公元948年前处继承吴越国王位 他不仅继承了先帝留下的繁荣 也继承了留下的遗讯 前处即位后历经图治 先是下令减免境内租税 然后将境内的荒田都给百姓耕种 同时兴修水利修养生息 对吴越国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公元960年赵匡叶发动陈桥兵变并建立北宋 随后赵匡叶率军先后统一了 京南武平后属南汉等割据政权 公元974年北宋出军讨伐南唐 南唐后主李玉也向前处发出了援助信号 但前处也意识到北宋的统一是历史的唯一走向 于是为了吴越国的百姓能够免受战争的困扰 他选择拒绝李玉的请求 同时出兵援助北宋消灭南唐 公元978年前处奉送太宗赵炯的旨意入边境 并自宪封疆于北宋 此后他先后被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和南阳国王 之后他辞去国号并被改封为许王进封为邓王 他也成为了最受百姓爱戴的王国之君 第七位北汉英武帝刘继元 刘继元是北汉瑞宗刘军的养子 北汉少主刘继恩在位时刘继元时任太元爷 公元968年宋军压境且北汉国势日益巨棍 北汉瑞宗刘军因为此情形十分有份 不久后便去世了 随后便由少主刘继恩继位 同年9月刘继恩设宴大会群臣 宴会结束后 侯霸荣带领数十人将正在秦政阁休息的刘继恩杀死 同时将刘继元盈利为帝 刘继元当了北汉皇帝后继续靠着辽的支持与北宋抗衡 并与之僵持了十余年 此时的北汉虽然危在旦夕 但朝廷内部的清亚也并没有丝毫减少 刘继元即位不久就听信谗言将大将正解杀死 他还十分宠信宦官魏德贵 在魏德贵的挑拨下刘继元又将大将李隐杀死 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实则是在自毁长城 因为李隐是土魂军的统帅 而土魂军又是北汉军队的主力 统帅被杀之后北汉军心瓦解 北汉的灭亡也即将到来 公元979年宋太宗集中兵力 御驾亲征北汉 经过几个月的对战 北汉也走到了终点 刘继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指得派人把响表送给宋太宗 首详仪式结束后 宋太宗当即将刘继元进封简教太师等职位 并且将京师甲第一驱赐给他 每年还对他多加赏赐 于是详宋后的刘继元乐不思蜀悠悠岁月 最终于公元991年寿终正解 駕言